蔡英文議員 習慧雯議員 他傳媒利用衛星圖片 佔用土地 六年 而最吊詭的就是這個土地的其中一邊 一個土地持有人無法入自己的土地 就是由警方遺風的 在一次山來傾斜之後 即是說警方不但沒有維護到香港一國兩制下的一些我們境內的保護 又沒有維護到土地持有人的權益 還要幫忙做這一個犯法的事情 所以今日公民黨是來到這裡 是要找特區政府包括保安局是要問責的 因為這件事保安局屬下的警方是不會不知的 在這裡我想交時間給楊岳橋黨魁 委長我們這次問題的嚴重性可以有幾個層面去看 第一就是邊境模糊了 這個當然一國兩制不單止在制度上的不同 其實也是實際邊界上有個不同是分清楚內地和香港 而香港特區政府作為香港邊界上面 我們最重要的守護者如果在這一點而言他都模糊的話 這個是失職 如果發生這件事那麼久他都猛然不知的話 當然這個是失智 在這兩點而言特區政府都責無旁態 是有責任地交代給香港人聽 究竟相關的地段是否屬於香港呢 解放軍聲稱的這個緩衝區 我們香港人是聞所未聞的 試問一條這麼長的邊界 有沒有可能只有一個這麼小的土地是緩衝區呢 所以一個合理的推斷 這個緩衝區只不過是一個推躺的藉口 如果真的有緩衝區而回歸了二十多年都未知的 那麼特區政府不告訴香港人這個就是失責 如果他不知道有緩衝區的 那麼這個就叫失敗 所以特區政府是有最大的責任 清楚向香港人交代 究竟相關地段是否屬於香港 如果是屬於香港而沒有人看管 任由解放軍自由進入 那麼這個就令到我們的邊界如此模糊的話 那麼當然這個就正如剛才說是一個最大的失職 所以說到底特區政府無論是保安局 當然是有最大的責任 正如郭醫生說 但是其實發展局核下的這個Lance Department 即是地政署 都絕對有最大的責任去解釋給香港人聽 究竟相關的土地是屬於哪一個的 好那就交給郭醫生 大家都知道一國兩制去守是很難 但是要破壞是很容易的 這次的事件就是解放軍 是赤裸裸地侵犯了 也都是傷害了一國兩制 公民黨是絕對是不會容忍這些事情發生 也都會在接下來包括明天 或者在所有的場合 要找林鄭和其他的主要官員問責的 在這裏我們是要請 請安局的代表來接信 維護一國兩制 維護一國兩制 不容邊境受選 不容邊境受選 維護一國兩制 維護一國兩制 不容邊境受選 維護一國兩制 維護一國兩制 不容邊境受選 不容邊境受選 維護一國兩制 維護一國兩制 不容邊境受選 不容邊境受選 今天公民黨的示威是過一段落 我們會在 接下來包括明天的立法會 我相信 我們一定會在 任何可以拿到的時間下 要向特區政府問責 今天在這裏多謝各位傳媒出席 我的意思是 不容許 暴露 不容許 但是 對 又 我 由 這裏 你 夠